我有潮骗圣将预补不奖 哈哈哈哈 我能用潮 过操 这也行 不愧是三姓家母 才不当年活可的名怪 这相随 难不成是他新任的名 知乎过来了 才给寡人定珠 寡人思绩相随 朕来是三帝兵将 大秦囊是正义之血脉 今日以血脉之力 召唤 五弯军百景 前来听 排挤心灵 阴当领复 朕将得力 炎出法随 我好像懂了 真哥 我知道这次的法宝 到底是干嘛用的了 一废话 更就问你能否杀了你 瞧好了 你嘞 炎出法随 吕布是个小猜忌 不错 吕布就这么嘎了 不要靠近刘老三 全部后撤百米 世皇 这是为何啊 厄运缠身 应该是使用炎出法随的副作用 那会持续多久 高祖也太可怜了吧 一粒鸟粪都能呛死 他活该 至于多久朕哪知道 得回去问门龙头 世皇 一出城多日 我们速速回城堡 你们给寡人专注 真哥 等我 可恶啊 这头地你偏偏跟我有仇啊 走哪跟哪 炎出法随 云散 竟然没用 真哥揪我 不准过来 揪妖 好兄弟 有难同当 你给正魂远点 任让刘特问门龙头 龙头 世皇他们找到了炎出法随 使用后会霉运缠身 事实不已经证明了吗 没错 这是炎出法随的副作用 会持续多久 有冷却时间吗 持续时间 霉运影响范围都取决于你 喊出来的炎出法随有多强 越强时间和范围也就越长 反制越短 直到霉运时间结束 才能继续使用 有意思 只解炎出法随 把草盆里不干趴下 再得持续躲长时间 具体不知道 预测的话大概半个月吧 这次的霉运范围是半径200米以内 离得越近 被牵连到的霉运就会越强 那高祖岂不是惨了 不光怕惨 若是等到回来 还好围城够大 尽量离高祖原点吧 龙头 烟兔发随 不管做什么都可以实现 是吗 原则上市的 但你不要想钻空 什么我要十亿龙主 什么大boss突发自尽 白剑等等 就算实现 但副作用的霉运也会越强 它会让你得不到那十亿龙主的 嘿嘿 嗯 错了 我想的是能不能加五厘米 这个霉运时间应该比较短吧 加什么五厘米 森高啊 苏羊你以为是三吗 现在是开玩笑的时候吗 嘿嘿 我再就告这史荒清光 卧槽 信荒来了 嗯 嗯 嗯